第一点赛同样分在A组 可是在自办热身赛连输两场的古巴队 才被教练骂说不要一天到晚逛街买东西 应该要跟专注在比赛上面 没想到球赛还没有开打 新装棒球场附近已经有体育用品店 碰到球员是拿球衣来卖 老板透露虽然古巴队卖球衣已经不是新闻 但是在比赛前就把球衣卖掉 倒是第一次碰到 也让他觉得相当惊奇 WBC世界棒球经典赛就要开打了 很多球迷都会来到体育用品店 找这样子的球衣要来穿进场 帮中华队加油没有想到 你没看错这比赛都还没开始 就已经有古巴队的球员把球衣脱下来卖 然后就一直拉自己的衣服 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是以为他要挑他自己 要穿的内搭衣 然后后来我才搞懂了 原来是他想要他有其他的球衣 然后问我有没有兴趣 不管主场客场通通卖 上面还签上自己名字 连老板都惊讶 因为古巴队卖球衣不稀奇 但通常都是赛事结束后才出售 开打钱就先卖 到时投一回 他们第一天大概买鞋子居多 接下来第二天第三天 大部分像一些训练器材 像冰敷袋然后拉力绳 前面两场比赛输给富邦之后 教练团就希望他们 多把心思放在球赛上面 东西少买一点 售出古巴队中旅日球员火腿队 羊炮Aro Martinis带来的签名球 老板好开心 但也透露比起大联盟选手的风光 大部分的古巴队年轻球员 经济其实不太宽裕 古巴队以往的经验是 他们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球赛结束 然后选手就会开始拿刹身上 不管是练习衣球衣 都可能会跟你谈价钱 他们的经济应该压力比较大 比如说像雪茄或者是球衣 用不到了 然后换一些现金 古巴队球员身上能卖的通通卖 就是为了一元棒球梦 华新闻冯文之盼 今天也是报道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